玩一念逍遥的朋友们应该最终目的都是成为道祖 那么在真仙和真武之后的境界会是金仙和金像 那么最终成为道祖会要多少天呢 想要成为道祖 必须先像寒烈寒天村这样度过仙人武帅 当然你不需要挑战骨货金也不需要转修轮回法则 成为道祖你只需要每日冬入收菜 摆烂就行 就像我这样操作的 点点点收菜就行 东西这么多点的手都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出新境界就可以突破了 新人五栓目前看来是自尖藏 一天能够达十五层 最开始是十层 但是现在改了 差不多也要二百六十七天左右 如果这么算的话 修炼速度也就是四个月一个大境界 新鲜之后还有大罗 未经许五小练 oise 回夾